至於元宇宙的消息 要留意在字眼方面 不是直接打壓元宇宙的產業 似乎在文字上都是傾向鼓勵元宇宙的發展 不過要配合實體經濟的部分 而不是一些股份純粹打著概念股的旗號作為一個炒作 這類型的股份相對上影響會比較大 所以現階段去看 無論是B站或者快手授押的時候 相對上傾向這個版號的消息影響會比較大 我相信關於短視頻或者手遊股份 短期來說都是傾向有一個股額